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源人民站出来 本队腐烂自尼区 我必须要求 如果日清清通過的話 我們左朝廳會有下一步動作 而對於明天的第三次桃園審議大會 我們左朝廳也會視情況而有任何的行動 自清清 我覺得比先前更嚴重的是 它會開放 像律師啦 會計師啦 祭司這種 來自清清裡面營業 不需要我們的製造 這是第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單單是勞工人 將來白領階層也是很大的威脅 第二個 它竟然可以開放第一類的電信在我們自清清 第一類的電信是超過太多了 WTO根本都不允許這樣子的 它竟然要在自清清裡面開放第一類電信 這是非常危險的 第三個 它要在自清清裡面開放 人民幣的操作 那這對台灣的金融影響非常大 尤其我出自農家 我對自清清裡面的農業最敏感 第一個 它一旦大量的開放中國劣質的農產品 那對我們的影響實在是無法評估 第二個 它大量的進口中國的劣質的鹽污料 然後在台灣加工以後 就用台灣製的品牌來輸出 這個是無形中影響我們太大 所以台灣教授協會堅持認為 應該把監督條例先通過以後 把無罵或罵都通過 我們在省自清期 也就是能夠像剛剛尤同學講的 不要讓財團來掌握這些土地 現在的一些開發案 大部分都是為了財團的利益 那在財團獲得利益的時候 這些政府官員 同時也可以沾到油水 所以台灣目前就是這樣 包括資金區的這些 那資金區背後 我覺得還有一個政府大奧會 把台灣的主體信要消失掉 比如說像剛才他們有發言 就是那個所謂前店後廠 那就是說包括原料 什麼這些來 可能都是中國的或是怎麼樣 但是最後都可以掛MIT出去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可以做一時的生意 但是長久下來我們的形象 產品這些的形象 那是會造成的效果 那這樣的話對我們未來 絕對有利益 所以我們是覺得一定要出來 把這個神仙講出來 拿著一時的 現在是放在一陣子 稍微 工 我